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他现在把柯文哲列为重中之重 就是先解决了柯文哲问题以后 再回过头来对付国民党 这是未来赖清德的认战策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角人张有话 赖清德大概在4月12号 就可以定于一尊 这个时候是蔡英文访美回来了 那4月12号经过通过审查 赖清德在同俄的状况之下 他会成为2024的民进党大选参选人 在他成为参选人之前 赖清德他内部的幕僚成立了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的名字非常吓人 叫做歌喉抓猪灭科 小组 因为赖清德引进锁定 未来国民党的参选人 极有可能是侯友一 那幕后的推手叫做朱立伦 朱立伦是党主席 然后柯文哲有可能影响到 民进党的年轻票员 所以他们成立一个叫做歌喉 抓猪灭科小组 像类似的小组 过去民进党时代 他们只是提口号没有进行真实的运作 那所谓含含口号 就是像陈水扁在1994年选台北市长 针对赵烧康不理黄大洲 然后在2000年 好 联宋分裂的时候 他的目标是紧盯连战不理送处于 就是说这些多数口号 也是一种选战策略的运用 但是没有像赖清德这样 分工分的那么细 那好比说在2019 他们有一个叫做秦韩大战 所谓秦韩大战的话 就是针对韩流而来 就是说他们不理会韩流 他们只是针对韩国瑜个人 进行猛烈的攻击 就是骂韩国瑜是草包啊等等啊 这些 好是酒鬼啊 那些 就是说 现在赖清德 他有一个正式的 组织运作 那过去是通过侧翼 那现在是有一个正式的组织运作 叫割喉 抓猪 灭科 他为什么要割喉 现在赖清德 他的选举策略应该非常清楚 决战中台湾 搅乱北台湾 所谓搅乱北台湾 各位去看看 赖清德最近的行程 几乎都在双北 双北就是跋庄之旅 就是跋庄之旅 他希望透过跋庄的方式 能够减缓他在北部选票的压力 那至于决战中台湾 经过林明珍立委选举一役以后 他在北台湾 他在中台湾引经为游新潮流的人士 在帮他经营 在南台湾那就不必说 所以现在赖清德全部的重点 几乎都是放在北部跟中部 但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要割喉 那所谓割喉 就是把侯友宜在本命区的庄 全部拔掉 当然能不能拔得掉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赖清德勤于拜访 过去所谓侯友宜的庄角 这是一个事实 尤其在公庙系统方面 赖清德做的是非常的彻底 那至于中台湾就开始收编农田水利会 除了农田水利会以外 那新潮流的大军几乎都住在中部 那北部由赖清德操刀 中部是由新潮流操刀 那南部那就不用说 那从这个角度 他割喉 他主要是阻绝 侯友宜跟中南部的联系 那侯友宜现在他也了解 他现在就是搞区域联防 就把2022的选举那一套完全拿出来 他完全拿出来就是搞区域联防 就是北北基陶仪 先稳固本命区以后再徐途发展 这个是他割喉的用意 那至于抓猪呢 就是专门制造朱立伦跟侯友宜之间的矛盾 那他用什么方式制造 他是用节目的方式 几乎每一天都在谈 所谓朱立伦跟侯友宜之间的矛盾 让燃影产生不安定感 那这种不安定感会让选票流失 所以叫做割喉抓猪 那主要的目标是猛打朱立伦 对侯友宜的各种不公平的待遇 好比说黄袍加深啊 劝劲啊 管侯友宜啊等等这些 现在天天都在讨论 割喉抓猪 灭科 那灭科他们现在是发现 有三个族群的选票 对赖造成威胁 第一个年轻选票 第二个就是20到30之间的选票 那所谓的年轻选票 就是校园选票 因为柯文哲比较吸引 所谓的校园青年 这些都有投票权的 所以呢 他们是希望比照2019年的方式 蔡宁文他们走入校园以后 就是陆陆续续去收割 这些青年选票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年轻人里面 已经开始工作养家 或者成家立业的 他们对于这一些 所谓的生产性的选票 他们是保持的高度兴趣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校园青年的手头族 第二个是成家立业的青年族 那第三个他们也发现 就是说在某些产业选票方面 他们也是倾向于柯文哲 好比说电子业 好比说半导体 因为柯文哲过去 跟这些产业 也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那至于说他要灭科 就从这三个角度 手头青年产业 三种不同类型的选票 因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选票 它的流动性是非常的高 不像一般产业 它是固定投票 所以在歌喉抓住 跟灭科的计划中 他们重中之重 就是如何隔离 柯文哲对于赖清德的影响 这个小组成立 会配合赖清德后一连串的作为 对于他对手进行猛烈的打击 让赖清德能够当选 所以我们不要看赖清德 他的外表虽然非常的憨厚 也非常的诚恳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 民进党内能够阻挡国民党攻势的 大概只有赖清德 我们看在寒流那一场战役 他为郭国文 一个毫无知名度的选举人 也挡下了寒流 那在南投县 大家不看好的情势之下 他居然让蔡培会当选 就是足以说明 赖清德可以立抗国民党 跟主党寒流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 他现在把柯文哲 列为重中之重 就是先解决了柯文哲问题以后 再回过头来 对付国民党 这是未来赖清德的审战策略